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来跟我分享 我觉得神真是通过这样的祷告会 来跟我们说话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时候 来跟他看齐 来跟神来对齐 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让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他的爱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同工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圣灵同时的感动 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个世代 祂要将祂的国度来扩展 你看现在的世界上的局势 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好像是耶稣所预言的世界的末日要来到 其实从本质上讲 是一个神的国度的扩展和一个反扩展的一个征战在那里 然后还有我们弟兄姊妹自己的灵命 我们的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有不同的standard来对待一些事情 所以我在想 就是一个在这个世代 就是有很多拦阻神要来到神的面前的原因 当我们要去找的时候 所以我们特别要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 就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也为这个乌克兰的局势来祷告 我们简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前祷告 我们先来祷告 哈利路亚 祂我们来感谢祢 祂我们知道祢的国度要降临 祢的主权要展现在这地 没有人能拦住 祂我们就是来求祢来展现祢的作为 祂让我们弟兄姊妹看见 祂管世界的局势何等的动弹 祂你的国度必要降临 祂你的国度必要在这个地上来扩展 直到你来的那一日 祂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这个世代的作为 祂让我们能够跟上你 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藏了一杯 祂给你所说的一杯 祂让我们来联名 祂让我们来到祢的店主 祂让我们来到祢的店主 祂让我们来到祢的国度里面 来被你使用来扩展祢的国度 因为我们不要向耶和华守节 Amen 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坚持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是神的吩咐 那今天的Podcast 季明也有提到说 这个法老在跟这些 讨教还教说 你们就在埃及这个地方就好了 其实就是我们要在神的国度上的事情 我们要妥协于 一点点就好了 或在这里就好了 好吧 我们的壮年人去就好了 或者是我自己去服侍神就好了 还是我们要像当初的摩西一样 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 所以他坚持我们一定要去到耶和华护 找我们去的地方 完全地脱离埃及 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 然后我们坚持我们家里面老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 还有我们的妇人孩子 每一个儿子 每一个女儿 甚至我们的财干 我们的财务 我们的羊群 牛群 都要完全献给耶和华 当我们愿意这样坚持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征战 因为我们看见神的心意 神必成就 Amen 好 们一起来开口 不管团境看起来再难 再不可能 或许你已经祷告了十年 二十年都好 再生了 所以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来一起的征战 我们一起的祷告 直到我们亲眼看见 我们的全家 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 都来侍奉耶和华 我们一起开口 来祷告 来 请 哈喽 出个人的如 So 祿 我们要 Hulk 说我们不要满足一部分 甚至我们不要满足一大部分 主 我们要全然地进入祢的护照里面 主 我们要全然地进入祢的完美的心意里面 我们要看见我们家里 老的 少的 儿子 女的 孩子 羊群 全都要一个人同世界带出来 主 我来到祢的活路里面来拭抗祢 主 我们要真实 我们要坚持 我们要持守在那里 只让我们既然地看见 只让我们既然地看见 主 我们今天我们说 我们要继续地争战 因为我们要看见 我们家里老的 少的 儿子 女儿 羊群 牛群 全都献给你 阿们 我们全家都是属于你的 主 谢谢你拯救我们 谢谢你使用我们全家 阿们 至于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 阿们 因为我们全家是属于你的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来敬拜你 阿们 是的 主啊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来敬拜你 我们要走出这个黑暗的全世 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们要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 我们要在你的圣殿中 单单地来服侍你 阿们 主啊 我们是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 主啊 每一个人都要重新的来认识 你要重新的就要奉献自己来释放你 阿们 主啊 你的圣灵搅担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搅担在每一个家庭当中 是每一个家庭都成为被圣灵充满的家庭 阿们 主啊 我们要来宣告 主啊 你带领我们所出的那是个为奴之地 主啊 你要带领我们走进那个自由之地 来自你的国度里面 阿们 是的 主啊 你看中每一个人老的少的 每一个都不落下 我们所有人都要一起来释放你 阿们 主啊 我们家里面连老的父母 我们说他们也可以释放耶和华 他们也可以被主所使用 阿们 是的 主啊 每一个家庭 不管是老的 少的 青年 主啊 我们都要来释放你 阿们 是的 不论是老的 少的 男女老幼 主啊 我们都要同去 在神的殿中来释放你 阿们 所以今天他们就要欢喜快乐 手牵手 一起来走进圣殿里 阿们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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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手牵手 都是你赐给我们的 阿们 我们的所有财感都要用在你的国度里 阿们 是的 主啊 因为你所赐的是最美好的 我们用你所赐的财感来服侍你 阿们 是的 你也祝福我们教会 祝福我们教会从老到少到儿童到婴孩都蒙你的祝福 阿们 是的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分别为圣 让我们已经得到了你的救恩 我们就要来回应你的救恩 是的 主啊 我们说我们的儿子女儿 他们想到是礼拜天了 他们就很开心 很迫不及待 他们拉着父母说 带我们去教会吧 主啊 你把这样的心智 坐在首位里面 坐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宣里面 每一个孩子 咳慕 咳慕 咳慕要来敬拜你 阿们 主啊 佣祝你将在从你而来的圣灵 交关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 使他们的生命从小在圣灵当中被兼顾起来 被扶持下来 阿们 主啊 每一个孩童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你 不要向耶和华守接 这是你教导我们的 让我们真的是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阿们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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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教会的少年人要做一梦 要看一像 他们要心机来成为这世代的领袖 这是你对他们的呼召 因为他们刚才赚的 来回应的呼召 在这个世界上成为 那个不一样的光 而言 让世人看见你的作为 是的主啊 让我们整个教会 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主啊 让我们每天都带着一颗喜乐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要尊重为大 阿们 我们要看见一家一家 欢喜快乐的来敬拜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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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我们再一次的再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大声的 我们用力的 我们迫切的 为我们的全家来祷告 我们一起开口来一起 阿们 主啊 来 好 您這麼多年打開了折落的東區 否則麻煩呀 な Pinterest et cetera 先ümanalo 350人 而且 北上 national seiiler 好好的家庭 折騰給人手 折騰別人 从美国这里走起来 你们来敬拜祢我们来侍奉 我们是分别为神 这一切先受不到的百姓 有圣灵带领每一个家庭 阿们 是的我们全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 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每天都要来赞美他 尽管外面的世界动荡 有各种各样的战争 有瘟疫有各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仍然要来赞美我们的神 当我们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 他就会兴起 他就会带领我们得胜 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 所以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之上 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以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和喜乐在他胜说 阿们 是的我们要天天来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阿们 主要在你里面有威严和尊荣 主要在你的圣殿里面 有你的荣耀和作为充满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要在不列邦中来述说你的荣耀 述说你的奇事 阿们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阿们 我们要称颂耶和华 因他的荣耀我们要称颂他 因他的荣美我们要赞美 阿们 是的万国都要来称颂你的荣耀 万民都要来称颂你的作为 阿们 主啊我们更要来述说你的奇事 我们所领受的从你身上经历的 主啊我们要来天天的传扬 阿们 是的主啊你的奇事不只是在过去 更是在今天 主啊我们知道说一切都在你的手中 你有一切的答案 阿们 主啊我们今天现在这里 我们就来赞美你 阿们 因为耶和华的救当来赞美他 就当来述说他的一切奇妙作为 阿们 因为耶和华本为大 耶和华本为善 但受极大的赞美 阿们 你是全地的主宰 我们要来赞美你 阿们 是的掌管天地的主 我们要天天的来赞美你 阿们 是的主啊你的喜乐 你的力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所以我们得到你的救恩的时候 我们就要欢喜快乐 来到你的面前 来赞美你 来歌手 阿们 主啊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 你的荣耀就彰显在这里 阿们 主啊不但你的荣耀要彰显在这里 你的奇妙的作为也要彰显在这里 阿们 主啊因为你是独行其事的神 你是独一的真神 唯有你是我们的神 阿们 主啊让我们经历更多你奇妙的作为 阿们 阿们 主你允许我们在你的圣所 有能力和喜乐要降下来 主啊我们就是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所 来知取属天的能力 来知取属天的喜乐 阿们 主啊我们赞美你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欢欢喜喜来到你的圣所 我们就要来看见你的荣耀 要激励你的同在 阿们 主耶稣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 我们的灵欢喜喜快乐 我们的肉身要安然 祈祝一你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 阿们 主啊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 所以我们就要来到你的面前 也要几股跳舞欢喜快乐的来赞美你 来赞美你 是的主 我们现在心里就欢喜快乐的说 耶稣我们爱你 祝我们赞美你 阿们 主啊我们赞美你 因为唯有你是真神 你是唯一的神 阿们 阿们 主啊你的座位 神显现在列邦 主要如今也要显现在这个世界里 让人看见你的座位 就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来 来到你的面前 回撞归下你 阿们 主啊你的座位要显现在列邦 今天我们也说你的座位要显现在乌克兰这块土地上 阿们 主要显现在欧国 显现在欧洲 显现在全地 让这个战争能够完全的被你来平息 主要让人能够真正的来追求你自己 成为他们属天的一个平安而喜乐 阿们 神显然你是公义的神 你是公义的神 你是独行其事的神 你不会承留下一个好处 你不会给你来寻求你的人 我们相信今天全地都要来寻求你的面 因为你寻求的就必寻见 阿们 是 主啊 寻求的就必寻见 但愿更多的人 除去他们心中的来自 他们来到你的殿堂来寻求你 阿们 主啊 求你兴起 主要除去一切的假神 一切的拦阻人能够来到你面前的假神 一切的谎言都要除去 让人能够敬畏你 让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 阿们 是的 外班的神都是虚假的 唯有你是真神 是创造天地的神 阿们 全地都要来认识万君之耶和华 阿们 万君之耶和华 阿们 是的 主啊 我们呼求你 愿你的国降临在乌克兰这块土地上 愿你的主权 愿你的旨意 要行在这块土地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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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感谢你所赐给我们这个美好 我们的身所 那是你自己同胀的地方 那你身上的这些人 那你全都来信 那我全都来信 我们每位写了什么的信 他们能够 出去他一切的疑惑 一切的忧誉 就可以杀到我一切的缓言 那么来到这个店中 他們需要做大眾的聖國在習慣 和平常的時候我們只要 我們心中正主的感受 民主的維修 主要把一半圓警戒的行政要的 正主要把一半圓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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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听我们重新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做一段的祷告 主题是主赐平安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安的世界 然而人心都是要求平安 但是好像是一个平安 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你看今天的世界瘟疫横行 今天的世界战争不断 就像这个仅仅现在的 这个乌克兰俄国的一个战争 我们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但我们知道 神依然掌管这个世界的格局 Amen 所以唯有神能够赐给这个世界真正的和平 当所有的人 包括这个各国的领袖 所有的政客 当他们的心事在神眼中被看为正的时候 当他们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 这个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 借着这段经文 来思想 平安的源头在哪里 我们来读遗憾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来 但保慧师就是父乎以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Amen 这是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前 跟他们的门徒所说的 这里讲到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圣灵宝会时 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平安 弟兄姐妹 我们生活在新约的时代是非常有福的 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 祂让我们想起耶稣跟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是一个很直白的一个说法 我们为什么能够想起耶稣跟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因为当时的门徒还没有圣经 都是耶稣给他们讲 所以圣灵来了 就是要让他们明白 能够想起耶稣跟他们所说的一切话 然后我们在今天 我们没有跟随 没有跟随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那我们怎么能够想起 这个耶稣跟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呢 就是要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每天要来读神的话语 否则圣灵没办法感动你来想起 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话语 你怎么能够想起那一切话呢 所以这时候对我们整个教会一个提醒 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做美日人求派 开始我们为了读经祷告 就是要让圣灵能够通过他的话语 在我们心中来动工 Amen Amen 我们的平安是来自于神的应许和他的话语 所以神说他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忧愁 我们看见世界上的局势 我们会担心 然后神说你们不要忧愁 你们不要胆怯 因为我的应许都要实现 我的平安不像世人给我们的 它是一个属天一个永远的平安 是一个像我们的灵魂的毛 我们的灵魂有这个毛一样安定的平安 Amen Amen 我们特别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面对一个动荡的世界 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 要让圣灵能够在我们心中能够工作 好让我们得着这个永不动摇的平安 Amen 为自己来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 也为世界的和平来祷告 让世界能够come to sense 知道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士 那是世界和平唯一的答案 Amen 主要我们来呼求神来 这是你真是这些人动荡可是我们现在这也有你的平安 因為你的體驗會像是人所慈樂 我們在各個動道裡面 我們仍然平靜安 所以如果有草莉娜的平安 我們裡面是可以無仇不擔心 因為我們無仇不擔心 所以我們內全都充滿地要懷疑 他們會在面對於生活的高證 我們朋友都沒有確定地來禱告 所以我們相信的是在這世界 全宇宙來講全身 所以我們的禱告 並且一天明明來成全美式在我們當中 所以我們心裡可以忽悠 所以我們在天安的 burette Hallelujah 主啊我們來宣告主啊 有你的平安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就不再憂愁 我們不再膽怯 Amen 是的 因為你給我們平安 你的平安是超越世界的平安 Amen 是你們所給我們的平安 是世界不能奪去的 Amen 就是耶和華沙樓是你的名 耶和華沙樓是平安的神 我们认识祢的 我们就有祢的平安 阿们 祂说祢要赐给我们真平安 透过祢的花语 透过祢的音讯 透过祢的作为 我们可以有真平安 阿们 祂要求祢的圣灵 此时此刻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 让我们能够得下祢赐给我们的平安 阿们 祂说我们不光要得下祢的平安 我们可以把祢的平安传出去 阿们 谢谢祢赐给我们的是真平安 是世人不能夺走的平安 阿们 主啊 祂要让我们每天来读祢的话语 主啊 从话语当中就可以听到祢跟我们说话 那个话语就可以带来平安 阿们 主啊 祢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实实在在的平安 不是虚妄的平安 是真实的平安 阿们 是的 主啊 让我们每天来经历祢那个真实的平安 让我们有那个信心 坚固的信心在祢的话语当中 主啊 祢也告诉我们说 信是所见之事的实地 未见之事的确去 主啊 因为我们相信祢 相信祢的救恩 相信祢的平安 相信祢的一致 所以我们就有那个平安 阿们 主啊 我们投靠在祢的怀里 我们就能够享受祢所赐的真平安 阿们 是的 你所赐的是真平安 因为祢是信实的神 阿们 是的 主 祢是信实的神 祢在历史历代 展现祢的作为 祢是在洪水泛滥之时 依然产全的神 所以我们有平安 主啊 祢就为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祈祢 来为我们自己的平安来祷告 为世界的和平来呼求神 让神能够完全进入 能够解决乌克兰俄国之间的争断 主啊 让世界的平安重新回到这个 主啊 祢的地上 祢所掌管的地方 让祢的祖全能够沾显在这个全地 一起来祷告 呼求神的平安 阿里瑞阿 祢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呼求神 主啊 祢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的真实的变强 我会觉得我们的江湖街路 来改变五十四届的领袖 特别是 那 郭肯 还有 那 这个 巴拉特主理 那 总统 还有西方俄国 那 欧洲 美国的所有的领袖 能够 come to sense 那 让他们明白 那 唯有一次问题的答案 唯有一次的马上 这个代表共和政策的和平 我要由你来亲自的祝货 来怜悯一切的战争中 是保证的参加祢 主啊 为祢是祂的 自民 还有所有无名的百姓 向祢的祢 向祢的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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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祢的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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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让人有扎心的话语存在心里 特别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福事 从讲台到所有的这个Podcast 在这个直播 主啊 所有的青少年的福事 都叼到神的水中 来 起来祷告 阿里雷亚 谢谢祢 祢 照须去我们来自祢的圣经里面 来来派到祢 范儿与 令人的法允 因为我们的工作宣众 成为员三个月 都可以工作 我们去兜的祢 祢的祢 而已 三个月 在祢的祢 我们的祢 祢 今天要求我們要求您的說話 這人今天也能夠要求您的 您是一個自信的念 這是您的最深自信的最重要的地方 作用您的神經 祈禱的大量要裝潛在我們當中 作用一支的聰明的 您是一支在一起的精神 所以從此後面降下來 這是一支你的道路面 走我們到處我們 我們有自信的聰明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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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們以三聲哈利路亞 來結束我們今天的回神禱告 來 哈利路亞 哈利夭亞 哈利路亞